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女孩子们在这里不学读书和写字 也不学数理化 每天只做几件事 那就是学习女德 涂抹特制的化妆品 吃维生素 并且要对管理人员绝对的服从 这里的最高管理者叫做美姐 是个冷美人 她每天要求女孩必须严格按照时间吃饭睡觉和洗脸 特别是洗脸 那是一道程序都不能少 美姐从小就告诉女孩子们 外面的空气里都含着剧毒 一旦接触皮肤就会溃烂 这天一群女孩在排队洗脸的时候 队伍里一个高度近视的亚洲妹不小心将护肤品罐掉在了地上 摸索了半天都没有找到 这时女主走出了队伍 主动帮亚洲妹捡起了地下的罐子 但也因此女主错过了她个人的洗漱时间 洗脸池前的摄像头自动判定女主的脸洗得不达标 对她亮起了红色的警报 接着两个保安走了出来 将女主带进了禁闭室反省 女主哭着祈求大家帮她作证 但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 大家都害怕的背着墙 就连亚洲妹也不例外 这让女主很是绝望 接下来女主因为违反校规被关了好几天的紧闭 出来后的女主是变得沉默寡言 不再轻易的相信别人 她开始严格遵守校计校规 完全以女德来要求自己 就这样过了好几年 在这期间 梅姐每年都会将她们全部打乱 然后为她们重新分班 所以每年女主都会遇到不同的同学 一年都不再重复的 而奇怪的是 尽管分班后还在一个校区 但过去的同学却一个也见不到了 画面一转 女主到了16岁 梅姐又重新分班 可能是梅姐的记性不太好 她这次把女主和亚洲妹分到了一个班 一进教室 亚洲妹就认出了女主 而女主自然也认出了这个忘恩负义之人 对亚洲妹是冷言冷语 极尽粉刺挖苦之能 但亚洲妹是顾不得这些 她似乎有什么话要和女主说 女主是不预理会 专身就离开了 接下来的几天 亚洲妹总是想尽办法接近女主 都被女主给躲开了 终于有一天 亚洲妹找到一个机会 避开了摄像头 将女主堵到了卫生间 然后告诉女主千万不要吃维生素 女主非常的疑惑 梅姐告诉她们这维生素是为了弥补她们 因为不能晒太阳造成的皮肤损伤 所以必须得天天吃 女主正要询问原因 另一个女孩花花走了过来 打断了她们的对话 花花是女主关系比较好的摄友 她悄悄地告诉女主 亚洲妹的心眼很多 小心被她给捉弄了 转过天 梅姐来到了她们的寝室 给她们美人分发了一件漂亮的裙子 让她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穿在身上 女主是欣喜若狂 她明白这代表着自己将有可能被好心而又富裕的人家给收养 结束这苦逼的日子 原来这是这个学校的规矩 女孩们经过刻苦的学习 到了16岁将会有优质的家庭过来挑选 从此走上人生的巅峰 成为人上人 到了晚上该吃维生素的时间 女主忽然想起了亚洲妹说的话 尽管不知道这句话代表着什么 但女主想一天不吃也不会有什么 于是将维生素悄悄地吐在了马桶里 随后在夜半三更 所有的女孩都进入了梦乡 只有女主和亚洲妹还醒着 亚洲妹悄悄地走到了女主的身边 告诉女主 其实那个维生素就是安眠药 一会儿会有人进来 一定要假装睡着 这时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两人赶紧装睡 来的正是美姐 她带着两个警卫 一身令下 将女主和另一个女孩小娜都给扛走了 他们将女主带到了另一个房间 在这里一对老年妇人夫妇前来领养女孩 可奇怪的是那个老妇婆只关心自己的皮肤 总是对着镜子照来照去 之后漫不经心地看了两个女孩一眼 最终挑选了小娜 女主则被重新送回了房间 转过天早会的时候 女主发现小娜不见了 美姐向大家解释道 小娜被妇人给收养走了 经历了昨夜诡异的一幕后 女主对美姐的话产生了怀疑 她找到了亚洲美 两人有同样的感受 于是两人决定 从这天起都不再吃维生素 然后趁半夜所有的人都熟睡后 起来调查真相 经过调查后 两人有了惊人的发现 第一是这个学校笼共只有四个班 这四个班她们都待过 而这四个班每天做的事情都一样 但女主她们从来没有在醒着的时候 看过别的班的同学 也就是说 一个学校里的女孩 一天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睡觉 这四个班的同学只是轮流醒着而已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每天有一段时间 四个班的学生会同时都在睡觉 这个时候美姐就会带着警卫来抱走女孩 至于干什么 目的又是什么 她们并不知道 转过天 学校里的校医胡子书 在给女主例行体检时 发现女主最近没有吃维生素 于是强制给她打了维生素针 打针后的女主是头昏沉沉的 特别的想睡觉 这让女主更加的确定学校有问题 因为害怕睡着 女主大声的和亚洲妹讨论着 结果被花花给举报了 女主被抓进了紧闭室接受惩罚 亚洲妹这边是非常的着急 决定今晚要救出女主逃走 于是她用床单做了绳子 等到半夜时分 一个守卫偷偷的溜进了寝室 对着其中的女孩进行不可描述 这时亚洲妹突然冲了出来 将警卫给勒晕了过去 然后抢走了她的门禁卡 逃出了寝室 但这个警卫又追了过来 亚洲妹设计拿起重物再次砸晕了她 然后紧急的冲到了紧闭室 将门禁卡塞给了女主 最后亚洲妹又被赶来的其他警卫给抓走了 另一边 学校加大了检查力度 确保每个女孩必须吃下维生素 女主没有办法只能吃下 回到寝室后 为了不让自己睡着 女主拿着尖锐的物品刺伤自己 逼着自己清醒 然后找到门禁卡准备溜走 但这时 女主发现门禁卡的密码都被学校重新设定 女主是灵机一动 用门禁卡当螺丝刀拆下了门 然后来到了美姐的办公室 打晕了美姐 拿走了她的门禁卡 接着女主来到了紧闭室 救走了亚洲妹 为了解开亚洲妹手上的绳子 她们一路来到了医务室 结果意外的发现 医务室的后面还有一个暗室 里面摆放着四五具尸体 尸体上面的名字 写的都是那些被妇人收养走的女孩 女主撞着胆子 打开了小娜的裹尸袋 结果就看到了恐怖的一幕 小娜的脸皮竟然被割走了 女主和亚洲妹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些妇人并不是来收养她们 而是来买她们的皮肤 接着亚洲妹又跑回了寝室 她要救走所有在这里的同学 另一边 女主偷偷的来到了胡子书的办公室 在这里她看到了一家整形医院的广告 原来这么多年 胡子书一直和梅姐 从世界各地收养女性孤儿 将她们关在这里 然后不教女孩知识 只保证她们的脸皮洁白无瑕 等养到16岁后 就卖给想换脸皮的妇人 对外她们统一称 这些脸皮都是一些要病死的女孩 自愿捐出的 接着气愤的女主 将梅姐绑到了众人的面前 要她自己跟其他女孩 交代学校干的伤天害理的事情 梅姐只好一务一实的 将自己这些年犯下的罪状都交代了 并且还交代 自己也曾经做过换皮手术 大家气愤的将梅姐关进了紧闭室 然后集体冲出了学校 而警卫们在后紧追不舍 最终女主和亚洲妹为了掩护众人 被堵在了一间密室 面对要夺走自己脸皮的胡子书 女主掏出了一把小刀 将自己的脸皮给划烂 胡子书是崩溃了 一夜之间所有的女孩都逃跑了 自己的老板肯定饶不了自己 正想要逃跑时 两个手下走了过来 直接就将胡子书给灭了口 女主和亚洲妹正在担心自己命运的时候 警笛声响起 紧接着枪声打坐 然后门打开了 女主和亚洲妹最终被警察给救了出来 十六年来第一次见到了阳光 故事到此结束 本片的故事并不算经营 现在有很多类似的设定 不过好在故事讲的还算不错 节奏把握的也很到位 当作悬疑片来看也磨得问题 但是更加让人觉得人心的恐怖啊 鬼虽然挺起来可怕 但未曾听说有鬼杀人 人虽然不可怕 但人心的可怕之处永远无上限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